早上好 一大早 打开 就看到 特斯拉的事件 现在是 特斯拉 昨天20号晚上 深夜出来 发表道歉 他是这样子的 新方社凭特斯拉高管 傲慢回应 既不能鼓励 违钱者 银好咒零 也不能让人变得 企业方 电大 欺客 所以说就各打50个大板 也闹事的 拘留5天 特斯拉呢 你是出来道歉 不道歉的话也太受不过气了 我们中国的网友 很大意见 看了一下特斯拉的微博 写了一段话 基本上也就是 说诚恨道歉 没有 处理好 扣募的事情 会继续 怎么样怎么样 跟扣募 扣通 妥善安排 等等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 这样处理 一些网友就说 大部分的网友都说 特斯拉不对 在国内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现在国家出 出来出面了 够达50个大板 大家都痛快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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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